做事要靠毅力 但是没有困难是不可能的 没有挑战是不可能的 人的一生就是伴随着困难挑战一路走来 我们生活的价值大概就是如此吧 我们要不断的面对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然后又产生新问题 一路走来 所以大家幻想梦想一路顺风 那只是一个良好的祝愿 当你们走向社会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若干的 你们未曾想过的困难 会遇到若干的你们未曾遇到的问题 你们需要真诚的面对 需要直面这些问题 勇敢的面对它 去解决它 你们有这个能力 但问题是你们有这份坚韧不拔的毅力没有 如果没有这份毅力 遇到困难你会退缩 遇到问题你会绕行 久而久之你会被社会所边缘化 久而久之你无法再书写你的无愧人生 因为你不敢面对现实 不敢面对世界 不敢面对问题 不敢面对挑战 你的人生将一世无成 面对问题和困难是一个常态 不是一次两次 而是伴随你一生 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他不可怕 每个人都是如此 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平凡的人都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问题是我们如何正确的面对它 从而使得我们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使我们成为真正的教大人 成为被社会所尊敬的人 成为为我们国家民族之复兴 做出贡献的人 这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